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五 今天我们整个的A股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指数上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今天指数已经涨了37个多点 下一周应该来讲收复前面这根恐慌性阴线的湿地 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今天这个行情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 就出现了半导体大规模的上涨 整个半导体行业竟然涨了7.66% 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强悍的一个行情 就是一个板块一天涨7.66% 这很厉害 那么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半导体会这么强呢 或者我能不能去操作这个行业 那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里面它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半导体从前面的要死不活到现在为止 突然就开始上涨了 而且全世界的半导体价格现在在回落 在回落 那中国的半导体却异军突起了 这是为什么 而且连涨三天 对吧 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我详细的跟大家说 那么说来这个事情我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在历史上 美国对中国有三次制裁 那么 那么这一次半导体的上涨 有可能就跟大家想象了 接下来的制裁有关 但是我告诉大家 是美国三次制裁 对于中国的三次最明显的制裁 全部都是失败 这一次制裁会不会失败 我告诉你 同样会负面 但是A股在这个位置 是有表现的 是跟这个事情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跟大家讲 三次的制裁 是什么情况 在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美国总统是谁 克林顿 如果年纪大一点40岁左右的人 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克林顿 对吧 那么 这个克林顿上市的时候 就是这个上台啊 咱们不是上市啊 对中国来讲 其实有很多次 你比如说伊朗的那个船 那个事件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美国 当时的第七舰队 上中国的船去检查 对吧 然后就是科索沃的事件 这个制裁 以及对中国的相关的打压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而且中国 当时要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不通过 那么这件事情 结局是什么呢 历史发展结局是什么呢 到了2001年9月 911事件 对吧 那个时候我们上 我们在上大学 这个事件 结果呢 就改变了全球的格局 就世界自然发生到那个地方 就改变了全球的格局 两个大楼被撞了 然后到了2001年的12月份 就是这件事情 你们发现 911的这个事情 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竟然是一年 为什么 因为美国 都扛不住了 这加入到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如鱼得水 成为了全球供应商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一直经过了 20多年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全球 最大的 最全的工业体系 41个工业大类 207个工业中类 以及666个工业小类 全部成功 你看 就是在这一次 事件制裁 奠定了反而后面 奠定了中国 成为 最大的 这个 全球的制造业中心 那么后来呢 到了奥巴马时期 这奥巴马呢 他就认为 这个事不对了 这个制造业都跑到 这个 中国去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奥巴马就有这样的警觉 他警觉过来了之后 就开始搞了一个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 这个孤立主义 就叫TPP 这个网页 然后宣布 他要重返亚太 然后呢 制造业要回流美国 这是奥巴马的决策 其实他的思路是对的 结果 这个人呢 被特朗普上台 所有的政策 直接拆掉 这TPP的到处退群 否定了奥巴马所有的操作 这就是特朗普干的事 你看 这一次制裁 被特朗普自己给拆掉了 没有 结果呢 就到了特朗普时代 这特朗普的制裁 那就很有意思了 也是打的要害上 第一个打的是贸易战 结果把这个贸易战打完了 中国当时的A股 整体的反应 从3000多点 整个A股调到了2440点 就跟这件事情有极大的 关系 那么 结果呢 而且呢他当时就在围绕中国 围剿整个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对吧 特别在芯片当中的围剿 对中国所有的涉及军工类型的公司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全部予以制裁 那么这件事情 结果呢 他只干了一届 就落选了 跟美国的疫情死亡了100多万人 结果他自己落选了 这个制裁 再一次结束 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个制裁 这三次制裁 历史上20年以来的 三次大的制裁事件 到现在跟现在这个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发生的这个事情 跟就是美国在搞的 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 确确实实是非常火的 对吧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大家就猜了 会不会招来整个美国的反制 如果美国的反制来了 对吧 那么会在哪个方向出击 中国有没有可能会翻盘 我告诉大家 完全有可能会翻盘 今天半导体起来 就是我们翻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第四次制裁要来 他无非就是几个 我这是参照 他制裁俄罗斯 然后我们讲 往最坏的下 第一个他要没收中国各大银行 以及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以及在他盟友 这些国家的资产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中国在海外的资产是多少 8万亿左右 8万亿的海外 这个海外资产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 那么 美国在中国有多少资产 对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值得研究 我告诉大家 确确的官方数据 2.25万亿美元 你乘以下 这个8万亿是人民币 这2.25万亿是多少 乘以6.7 你算 十几万亿人民币 他在中国 那么这是2021年的数据 现在可能更多一点 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对俄罗斯那一套 你冻结什么财产呢 什么 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同等使用 同等用 就你搞我 你来 如果你制裁我 我是不是在这2.25万亿上面 也可以 来制裁你呢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跟俄罗斯的这个情况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制裁不一定会占到便宜 那么第二点来了 他有可能会逼迫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 有可能啊 这是非常有可能 那么中国的反对反应 反应措施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反应措施非常精妙 你可以退市 回到俄罗斯 你回到俄罗斯 但是你的股票 我可不在美国给你边线 你可以到我的市场来 用我的货币去交易 你必须得接受我的货币 如果这些好的企业 都回到了港股 或者都回到了A股 那有可能说这个市场容量会不会收得了 收得了 你放心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IPO 他是整体搬迁过来的 他不涉及到融资问题 我只是找一个地方 再上市 所有的人和那个市场 都是平移过来的 所以问题不多大 这个问题你看又发现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芯片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他如果在芯片和高科技领域实施制裁 完全有可能 因为这个问题 现在芯片依然是我们的短板 巨大的短板 对吧 那么今天那个谁跑到了 日本去了 你看 我们本来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省 我们自己的省 是芯片大省 再跑到韩国 再跑到日本 再加上美国 这叫芯片四方联盟 如果这芯片四方联盟 给连上 对中国设施 这个制裁 会怎么办 我跟大家这样讲 中国呢 80%以上的 芯片需求是14纳米到28纳米 我们是需求是成熟制裁 就是 要不了那么小的 你说的 高空高空的卫星要不了多少 对吧 小芯片也要 但是大部分芯片 我们是14纳米的28纳米成熟制裁 现在咱们这个呢只是个产量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做的 我们已经基本上突破了 那么 那么多小的小芯片该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 你比如说 有很多人讲在 封测上已经有所突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司 有个公司叫传电 对吧 它是什么 在封测上说已经有所突破 突破了 我把两个14纳米的这个芯片 放在一起就可能会产生7纳米的这个效果 那么 在这个方向上来讲 我认为 如果他这么做了 中国有可能会加快倒逼自己形成自己的芯片展现 快速形成 解决办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华大九天 华大九天 这两年为什么 中国EDA的龙头 对吧 中国EDA最大的龙头就是华大九天 EDA是什么 就是芯片的设计软件 最主要的就是它 所以它一直都往上涨 前面我在文章当中 在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也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但如果前面有看索文斯的文章的话 我应该讲我说 这个公司太特别 非常特别 因为你没有全国 独此一家 就它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种类型的公司 目前为止 中国崛起的也 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那么一旦这样用的话 中国能不能打完 可以呀 完全可以呀 好你芯片不弄对吧 那中国商品不弄 中国的稀土不给你 怎么办 你直接会崩掉 到最后一个 SWIFT系统 俄罗斯一样 踢出SWIFT系统 金融制裁 你想看 如果中国的商品供应链 被踢出全球系统的话 你信不信 全球会立即陷入到大膨胀 因为我们中国 产品门类是全的 我们产品是够的 中国的产品够的 只是过剩而已 过剩可以自己呀 我自己可以自己用啊 你缺怎么办 缺你就得转枪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波制裁 为什么 这个地方在找 我今天把重点的把这个 芯片的一些重要的芯片公司 也在文章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 大家去参照一下文章 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们相互之间的评论区说一下啊 我们讲A股会怎么样 A股下一周收复前期实地 注意房地产金融这些类型的 这个媒体 最重点最重要 最重点的电网风光离注册 再加上我们讲这个芯片 板块崛起 现在就两个方向 一优势产业风光离处车 第二个要崛起的行业芯片 芯片领域细分的可多 对吧 封策设计 制造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光刻胶 光刻机 今天表现都还不错 我们最主要是看 这个成交量 所以这里面芯片应该来讲有一波崛起的可能性 不管美国有动作还是没有动作 这地方是有一次短线的这个可能性的 第三个 都是短线玩家 各位 隔日操作也不为过 也不为过 好今天呢 我们详细的内容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大家参照一下索文斯的文章 参照一下索文斯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电的话 长按点赞键 点个赞 谢谢大家